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利福MIDDOT诺斯在达拉斯举行的全国步枪协会立法行动研究所领导力论坛 至其道辞前讲话,2018年5月4日有正义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军官,曾任地跟政府时期白宫助理的奥利福MIDDOT诺斯将成为全国步枪协会NRA主席,NRA执行副主席,首席执行官为NMIDDOT,拉皮埃尔发表生 明说LDQUO,这是查尔顿MIDDOT,赫斯顿成为本协会主席以来对我们成员来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还说LDQUO,奥利福MIDDOT,诺斯是为美国自由,而占的传奇勇士、天才沟通者和技能娴熟的领导者 当前时刻,我认为美,有人比他更能胜任我们的主席了,而TKO,诺斯在越南打过仗,获得多枚作战勋章,包括紫心勋章、银心勋章和同心勋章 1989年,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诺斯,被判犯有三项罪名 在这之前,他承认在所谓LDQUO,伊朗门LDQUO,丑闻中负有部分责任 在这一事件中,部分美国官员,向受到武器禁运的伊朗秘密出售武器 并利用这笔收入,暗中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诺斯的有罪判决,在1990年被撤销 他后来竞选过公职,写过基布书,经常在各地讲话 诺斯星期一说,他将立即从福克斯新闻台退休 他是福克斯新闻台的特约记者,并组织一个系列纪录片节目 名为《语傲·利弗·MIDDOT》 诺斯看战争故事,NRA是美国最强大的枪支权力组织 自从去年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和今年2月14日的佛罗·利达·帕克兰高中枪击案后 NRA一直是抗疫对象,并承受助公众压力 拉斯·维加斯枪击案造成58人葬生 帕克兰枪击案夺,去了17人